除了这些版本以外我们接下来简单了介绍一下它的API 主要是核心API 那么这里只是介绍一部分 第一部分其实是比较我们熟悉的serverate接口 第二个就是filter接口 主要是生成动态内容一个是过滤serverate 比如说在spin里面应该以经典表现 或者经典的实现主要是dispass serverate 来做这个serverate的这个接口的实现 那么同时呢 Chair Encoding这种filter来实现我们的这个过滤 就是要说增加我们的这个编码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这个serverate context 这个里头呢 Spring framework里面是没有实现的 它主要是由tomcat来进行实现 或者是接铁来实现 这个是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serverate的容器来进行实现 那么它这里主要是指serverate的应用上小文 请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呢 一个tomcat的容器可以部署多个应用上小文 那么一共应上小文呢 它对应的其实是一个简单的serverate的应用 这里呢 它对于它的应用来说是唯一的 对于整体的容器来说呢 它是不唯一的 请大家呢 加以区别这一块 下面这个呢是3.0里面的新特性 主要是一部上小文 那么这个一块呢 主要其实是指的请求部分 和前面是有些区别的 后续呢我们会进行这个下一说明 再下来呢 是主要是关于serverate的一些这个生命周期 包括呢 第一个生命周期 是关于serverate context的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这里呢 它是作为它那个生命周期的监听器 那么后面我会介绍它有两种生命周期的方式 一种呢是初始化 一种是消亡 那两种生命周期呢 它其实就是说让我们来感知它的一个存在性 那么比如说呢 在sprint framework里面呢 sprint web里面 它实现了一个context load listener 那么相信大家呢 也许配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也配完之后呢 并且关联一个所谓的xmig page文件 最终呢 会形成我们这个root 就是说的根的一个web application 给我们的对象 与此同时呢 这些生命周期的这个listen呢 并不是一定是指这一些 那么还有很多生命周期 比如说这个请求 那么这里我想讲一下它的区别 那么呢主要是关于它的scope 就是所谓的这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呢 是主要是指的是单次请求里面范围 那么就是当次请求这个初始化 或者消亡的两个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呢 是整个应用 比如说当应用启动的时候 应用关闭的时候呢 这个监听呢 才会回掉 那么这里呢 主要还是指的是 一些soviet这个 请求的时候 来进行回掉 是每一次请求呢 这个每一次的事件到达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A02具体表现 是关于这个request con text listener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呢 用的不算是多 但是也非常重要 它这个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sweetlocal 来传递我们的request对象 到我们的商商文 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来解决我们当前这个请求参数 或者说当前的方法参数里面 没有这个请求这个内容的时候 来做这个判断 你说它可以通过一个静态的方法 来获取我们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request 那么这个request呢 其实就是这个listener的 当它初始化以及销毁之后呢 来做这么一个删除和增加操作 好 那么下面呢就是关于session 那么session 我们这里就看看就好了 这个主要是一个 关于一个互斥的listener 那么这是spin类部的实现 这个实现呢 其实用的非常的少 为什么用的非常少呢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在我们现代化的这个程序里面呢 session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夸应用 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是多集群 那么呢 当然spin session呢 也做了这么一个工作 就想要说 通过redis或者什么其他手段方式 来进行共享我们的session这个状态 然后呢 允许这个用户啊 在不同的机器上面呢 保证它的绘画状态呢 是一致的 接下来另外一个listener 是关于我们这个 异步上下文的这个listener 就这个里面呢 会有几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其实也是奠定的后续的reactive 这个基础 就包括比如说 完成错误或者是超时 这么一些操作 其实和reactive呢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那么这里有个新的这个实现就是standard server的这个实现 这个实现呢 其实是后续我们会在原码分析的时候会做这个讲解 再下来呢 是这个实现就是server container initializer 这是在我们前几章呢 也经常的强调了 尤其在自动化装配的时候 我们讲过 就在web自动化装配的时候 我们讲过sprint呢 它实现一个sprint server container initializer 来成为了加载sprint SPI的这个机制 就是web application nation的一个机制 后续我们再进行回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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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